神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奥特曼 大家好,我是阿泽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宇宙黑心企业O50 关于奥特曼的起源 主要有M78、L77、U40、O50和地球 以及迪迦他们在猎户座生存的奥特曼 M78和L77的奥特曼 都是因为等离子火花塔的影响才变成的奥特曼 U40则是利用奥特心灵强化剂来变身成为奥特曼 地球则是会赐予人间体力量 让他们变成奥特曼 比如代表大地的盖亚和代表海洋的阿古如 O50则有些不同 他们只需要通过战事之间试炼的认可就行 但是O50号称黑心工厂又岂会那么简单 首先名义上是通过战事之间的认可 但问题是怎么样才算认可呢 加古拉和鸿凯同时登上战事之间 并且还留有余力、有实力且为人正直 却依然没有得到认可 反倒是傻白天的鸿凯也得到了认可 说白了,就是要看光之灵的心情 其他的都不重要 而且这还不是O50最黑心的地方 O50最黑的地方是他的试炼任务 鸿凯的第一个试炼是什么 去守护生命之术 是在平成三杰和高斯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的 而好友加古拉也在任务过程中堕入黑暗 平时大家玩游戏都是先一后难 然后逐渐练及再去打怪 O50倒是好 一上来就整了个史诗级难度 连个新手保护漆都没有 就要是真实游戏 怕不是得被直接碰到官服 而且这还不算完 好友堕入黑暗 小弟阵亡和爱人分手后 O50又马不停蹄地给鸿凯布置了新任务 照例说 完成了这么难的任务 又牺牲了那么多 那么奖励应该很丰厚吧 在O50给了啥 就给欧布换了条裤子 然后就没了 就这 资本家看了都要流眼泪哦 说完欧布 我们再来说罗布 罗布的人间解救更惨了 罗索 布鲁和格力乔 至行星桑家上的孤儿 被心狠手辣的商人收养 成为了执行凶险任务占取佣金的工具 三兄妹因为强悍的能力 在凶险的任务中活了下来 同时也结下了许多仇敌 在一次躲避仇敌的过程中 三兄妹登上了战士之巅 从光之圆环中得到了 火 水 魔 三个罗布水晶 和三台回旋闪光 变身为罗索 护鲁奥特曼 和格鲁吉尤伯恩 你看看 之前洪凯和加古拉来的时候 怎么就只有一个能获得能量 现在给三个人力量都没问题 摆明了就是要搞试啊 而且三兄妹还非得让一个人变怪兽 太黑了吧 而且虽然这次给了三份力量 但是任务就更离谱了 而且同时对付杰斯提斯和高斯 都能不落下风 挨了两人一套技能都没啥反应 最后还是埃迪老师 联合赛文21与纳尤斯 再加上高斯与杰斯提斯 五人一起释放光线 才将鲁克赛特击败 所以让一个新人去对付鲁克赛特 与送死有什么区别呢 事实也的确如此 虽然是满神装 但罗索和布鲁 哪是鲁格赛特的对手 兄弟二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才勉强将鲁格赛特 推入周期1300年的轨道 暂时解决了危机 而格力乔就更惨了 因为变身的是怪兽 一直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也逐渐走向了黑暗 准备引爆地球 与鲁格赛特同归于尽 后来在昭阳的感化下 才走出阴霾 但也在与鲁格赛特的战斗中阵亡 其变身器流落到昭阳手中 昭阳也因此变身成格力乔奥特曼 三兄妹分斗了大半辈子 结果全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太惨了 至于最后的风马 虽然看起来棒上的太子爷 在光之国混得风生水起 但他获得认可的时候 却也轻松不到哪里 红凯和罗布都是在获得力量后出世 而风马则是在获得力量前就出世了 他的父亲曾在攀登战士之间的过程中 半途而逃 所以风马一直以来 被人冠以败犬之子的名号 直到后来他遇到了怪兽盖尔古 在盖尔古的指导下逐渐成长 二人也成为了好友 但是在高层的利用下 二人被迫决斗 之后为了救助受伤的风马 盖尔古拖着重伤的身体 把风马送上了战士之巅 风马得到了承认变成了奥特曼 盖尔古却也失去了生命 发现没 O50任何的人都必须得出点事才行 红凯 好友堕入黑暗 因为长生诅咒 无法与二人在一起 只能一身流浪 罗布他们更惨 自己一家子直接死光 风马则在获得力量的同时 也失去了好友 也因此 风马的任务相对就没有那么变态 但O50黑心工厂岂是浪得虚名 红凯多少奖略了一条裤子 罗索和布鲁每人四块水晶 风马完成了那么多任务 却啥也没有 黑心工厂还用我多说吗 而且在舞台剧中 黑暗扎机都看不下去 O50的所作所为 扬言要去打爆光之轮 连反派都看不过去 还用我多说什么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 我是阿泽 关注我 你会上瘾的